您好 欢迎收看7月1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萧佳慧 花莲县政府邀请中央驻地机关与国军共同召开防灾准备会议 盘点准备机具以及物资等相关量能 希望能够在灾害发生前具有准备应变的能力 在灾害发生时能够有危机处理 从14号上午6点起花莲地区地震不断 气象局说明初步分析这一群地震是属于上周7月7号8号 规模5.4双主阵的余阵 不过比起上周今天的地震又更加的密集 花莲县政府15号上午是邀请了立法委员傅昆奇 十三乡镇市长中央驻地机关以及国军 共同召开防灾准备会议盘点准备机具以及物资等相关量能 而花莲台湾又是属于整个环台平壤地震带 所以无论是风灾水灾或者是地震 都是非常容易造成复合式灾难的地点 所以在这里我们练就了冰来战场水来土壤 但是我们依旧不能等闲逝之 尤其是在群政之后我们该如何来做准备 这就是这位今天希望整个大家一起来盘点 我们从去年到今年 无论是我们各乡镇设置的我们的避难所 或者是县政府设置的我们的收容所 以及我们各社会单位或者是各建设单位 乃至于水堡、九河、铁路、公路 我们在应急的部分如何检视 尤其是在这几次的五级以上的强震 让我们有一些边坡山坡的落实 这个让影响到乡亲的进出以及安全 县长徐正卫表示 花莲地储还太平洋地震带 每一年因地壳变动 花莲发生地震次数频繁 环丽县政府在灵灾、房灾、救灾、灾后重建等工作上 积极储备救护能量 除了投入救护人力 也扩充救灾设备 提升救灾效率 而对于地震来临之时相关的避难要点 县长任呼吁相亲将家中大型橱柜以及家具做好固定 与家人共同商讨室内避难点 以及户外集合地点 并备妥避难包 随时保持警觉心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